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导入了Random定格的重名名字或者别名为RT 那么Random字节还可以使用说Random-看到吗 OK 不可以了 最后一段追逐一点 你看到Random 各种名字都没了 所以这是为了避免重复而有意确定的 因此我们一旦给到别名字 就要尽量使用别名字 这种意义吧 这是Import Import的语句是一种导入方式 那么它导入方式导入的时候 将会在这边生成一个名称空间 这个关键节 那另外我们导入模块的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语句叫 FromImport 它的形格是这样的 叫From某个模块 Import某个名称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时候说到了 常用于咱们共诵上 只导入指定模块的部分属性 而不是全部文 而且导入一部分 而称 至当前名称空间 这意义是什么呀 我们引用这个模块的属性时 还要不要再去加上它的名称空间 前缀呀 不知道 那这一个是什么 又一个是什么 如果说你导入的模块中 某个这个名称 给你当前自己所定的某个名称 重复了 会发生什么情况 覆盖 你自己的那个空间的 格格是这个点 所以如果我们不希望 使用这种名称空间 来引用的方式 使用这些像 像当中的 当中的Random 就是Random 我们两个最后呢 有Random 和Random Int 以及Random 这三个 我们一样导入 所有都导入进来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确保自己 使用了这三个 那你也可以 使用Random 去Importive 这三个文章 一个是Trice 还有一个是Random Int 还有一个是Random 这样去导入 导入以后 这三个名字 你可以直接使用 像这个Random 有看 有了吗 Random 这一整 长长都可以 可以使用 所以它是当前的 一种空间的 那这种方法 在我们引用某个 我们自己所需要的 函或者方法时 或者熟悉时 就可以直接就用了 使用它 极其简便 对不对 但是 不要注意的是 它们一定会给我们带来 互作用 尤其在我们使用过 大量的时候 对吗 导致 属性不改 好了 知道吗 已经知道了 那这样大家看 导入某二神 这两个语句的一些要点 各种问题是 Importive 和Lama Importive 语句 本身都是可执行语句 本身都是语句 因此 在你的某个程序文件中 如果出现了Importive from什么什么什么 Importive 这两边 你就会 直接被执行的 和Lama 这一段 直接或被执行 它们类似于DEF 因此 它们也可以限套在 EF条件测试中 出现在DEF5语句中长达 因为我们的语句 本身是一个独立的 独立的可执行片段 对方 因此 它们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嵌套在程序控制结构中 这也就意味着 其实我们再不再做某一个模块 可以 什么 判断一下我们的条件是否满足 在某种特征的条件 或者是普通的 我们所希望的特定环境 按需求 其实这样的模块 是没问题的 所以 最后就是这些 A20和Promantile语句 可以实现被嵌套的 其他程序控制结构 甚至于是DEF语句中 另外 它们去执行到这些语句的时候 它们可以进行几题 那也就意味着 模块如果不被找入的话 原属于这种模块内部的 各种方法和属性 就一定不会被 不能被降到执行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去写一个代码状 或者写一个评训文件 要想去调用其他模块 就一定要先import 或者是最起码 应该在你使用之前 要先import 或者方便 或者原因 能理吗 因为它在提起这些 它们是语句 所以它们在阻止给它们 那么各种名称 通用的导入 或者是需要 需要属性的导入 是不会压生的 只有这些导入或使用 所以语句必须要出现一个 第二种语句 直线 那这些就是要点 接下来 import和符号 都是隐性的 阻止语句 什么样的复制语句呢 看看 两个的复制意义其实不同 其中import 是将整个模块对象 我们说过模块也是对象对不对 将整个模块对象 复制一个变线名 这个变线名说的就是 模块和形成 它也是一个 连长空间 更容易的解决 对吧 那意思 我们去引用这个变线名 内部的各种属性 或者你们这个模块 对象的各种属性 都通过这个变线名 来引用 就是到底 但是 from 则是将一个或多个变线名的复制 直接导入给 这个模块空间的 同名备象 是这样的来工作的 所以说 如果你当前的空间中 已经有一个 同名的变量 同名的属性了 那在from之后 将会重新被复制 这样的一样 因为头上改身 也是隐藏往复制操作了 所以我们一直想象 模块本身就是一个空间 而它本身也是一个 模块对象 对象的各种属性 都可以引用 所以我们会使用 对方 模块其实也是用特殊对象 这种特殊对象 也都有这个特殊属性 像DICT 或者自点列导属性 比如说 我们RandomRG 往下导入了这个 DICT 以自点形式 所输出的各种属性 以及对属性的相关声明 看到 我们Random是什么问题 有个人都从TICT LiveTICT 像的Random点PYC 你发现 这是什么 字节码 发现了吗 最像我们导入这个 边移套的文件 对吗 对 那如果说 我问一下 如果这不是个PYC 而是个PY文件 他会说是个PYC 而不是个PY 如果是个PY文件 是不是还有限制 变异 PY文件 那么能不能哪条件 都存在呢 显然可以 我们如果是 原码文件 是点PY的 还是要点一层PYC 得住这一点 不过 如果没有PY 仅有PYC 那他就不变异了 直接倒入时候用去了 如果有PY 又有PYC 他会尝试比对二个人 明白吗 他会尝试去看看 你的PYC的生成时间 是不是持于PY的 最临时的修改时间 如果是的话 通常遇到最新变异的 否则 他就可能会认为 你的原码 你还会发生改变了 这时候一定会做什么 出不去变异 这就我们PYC 所以想做这个PYC 大家看看 这是我们的模块 自己的一个 独特的特殊属性 其中保存了 当线模块的 完整路纪 都也发现了 我们模块 通常的放在 什么梦梦呢 烂梦梦 而TESLA模块 放在TESLA 二十七的梦梦线 对不对 但是咱们不同 这个梦梦可能也是 会各不一样的 在PYC 好的 此外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属性 这是双异的开始 双异的结束的 那这种事情 我们没有说过呢 单下异的开始的属性 很确定的 我说我变异 有三种特殊的 是这样 双异的开始 双异的结束 双异的开始 没有它双异的结束 单下异的开始 没有让你结束 我说这些单项 开始的 对变量 对于我们 判断解释器 是不是也有特殊意义啊 是判断解释器 自己内部闻后的一些 一些所谓的特殊属性 当然 最起的情况 如果你不记得把心 自己去查看 其中说的内容 而这些属性解析 或许这些 有的是变量 有的是方法 这里又说明 有的是变量 不不叫促进 有的是方法 给自己去查看 好了 这属性叫gate 那么我们先使用 DR也可以回答的 当然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 I pattern 所以它的显示方式 所以在纯色的 pattern系统下 显得可能不一样 可得不一 我们如果使用的是 pattern的话 比如我们用Port Random 那个I的RD了 那因此RD点 Fix 各位你们发现 它是一个 很难看 这个列表 忘了一首 不是什么 你来看看 RD点 Fix 看这个下面怎么样 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I pattern的好处 各位看到了 而这个它是 没法自动补权的 你看 RD点 像KB的这种 看到了 好的 所以这是I pattern的 另外一个好处 我希望各位 应该接近 当然我们以后 写成这个事 打个东西 可能并不在 交互使机口上进行 我们已经写的是 程序面对对的 我们这里用来 便捷演示 所以都直接形成 在交互使机口下 那么各位 我再次要提醒的是 在非交互使机口中 各种执行的语句 如果你不print的话 很有可能 像尤其我们这些列表 字眼不会出出这种 评论 所以你要是在 随便实际上进行 交互使机口中 你必须能保证使用 保持使用 出你的习惯 健康好一点 这就是所有的 模块主线 而所有的模块 都可以使用 点号语层合来 获取 所以点号 有很多的 像M 模块叫 假如M 像M.A.B.R. M.M.M.S.E.R. 如果是办法 是加小货 又能保留 对不对 而模块是个足备作用域 模块是自己的足备作用域 本地变化就是全区变化 说的就是 模块自己内部的属性 就是模块自己的全区变化 给做很多小货 那看下A.B.R.的工作机制 A.B.R.的语句 在导入指定模块时 会批行三个步骤 特别是 B.要找到模块文件 很显然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 它实际就开始找过 等于发现了 我们极限取的东西 都是全路线 虽然链接是全路线 实用是全路线 但它一定是到某一个 刻度的定的目录下 或者某些刻度目录下去 找的 这就是创业 在指定的目录下 按次序 去搜索模块文件 那么 在找到模块文件以后 第二个 编译成字节码 文件被导入时 就会编译 因此 顶层程序文件的PSA文件 PYC 字节码文件 在顶层程序 直律结构 会被删除和丢弃的 所以只有被导入的文件 才会留下 点PYC的合适文件 那因此 如果你自己想派上程序 能够是被导入时的话 PYC可以看到了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叫编译成字节码的过程 第三个 执行模块的代码来创建其所定义的内向 其实这个将来我说过 一个模块文件中 应该不可能有什么 电量有函数要累 对不对 所以那么 变量复制语句会被执行 所以会生成一个属性 函数的语句 低而不一定会执行 所以是能用函数的对象 classic语会执行后 生成一个累对象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他们都会被执行 执币是什么生成对象的 但是会说过这些代码 断内部的语句不会被执行 再次进行 所以模块文件是不是会被执行的 执行都是第一层代码文件 所以以此执行从头到外 而此步骤中任何最变量的负值运算 都会得到模块的属性 新的属性 但是以上这三个步骤 只有在第一次执行时 你的in part的第一次执行时 才能进行 比如in part的os 这个时候就执行当中所说步骤 但是也非常快 因为os本身是表现什么的 本身就是个字节码 各位知道吗 ok 它肯定显示过能力 也是个字节码文件 看不到fell 哇 os很强大 哪儿呢 太多了 所以你是字节码文件 否则这个第一本身 可能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吧 记住 这就是所谓的 导入 那再导入一次 再导入一次 注意 如果说你的确是个圆满文件 第一次导入是三个步骤 第二次导入不会的 就是这一点 像刚才呢 本身即便已经是pOS文件 它也是瑞士的第二步 对不对 第一步传统必须在执行 对吧 第三步执行里边呢 各种顶层语句 之类的执行啊 这是最原的 但我再重复一点 只有第一次 可以做这些步骤 如果你再用后一次 每一步都不会执行 第一 传统文件不会执行 第二 第一 不会执行 第三 执行顶层语句 也不会执行 请记住这一点 所以那模块重复导入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的确需要 让它重新再执行一次 就只能reload 做了重载才可以 我已经希望了 只有执行后reload 用于重新加载模块 所以说 这也不明 后次的导入执行 只不过是 期许这种以下的 模块对象 因为第一次 导入执行 就已经下载过了 第二个 只不过是重新提取它而已 而不会真正重新去生成它 这是跟执行的工作机制 那到哪去找呢 模块 看来 太阳解释器 在A执行的模块时 要找到模块 我去哪找 第一 去执行的主动物下的地方 成统的安装功 说完就是 这样 在Test and Test 环境变量里找 Test and Test 你在Linux中 或者在Linux中 都可以定义 这种的变量 对 给你的系统变量 如果如果这个变量定义的目录 它也会去找 对应这种模块的 第三 标准链接库目录 标准链接库目录 说完就是我们自己 Test and自己 内部的标准库 所指定的位置 就是 任何一点 PTH结构的文件的内容 如果你存在了 点PTH文件 Test会加的这个文件 并设置 它是运行环境的 这四个组件 组合起来 会成为真正的 当前系统上的 Test解释器 去搜索模块路线 是所指定的路线 这么理解了 OK 而这个路径组合起来 将保存在 State and path 所包含的路径中 每一次 我们Incultate this 模块 通过State and path 就可以获取到 这个结果 比如说 看当年系统上了 我说这里的实力 有这么简单的实力 那我们Incultate this 如果没有放过它 然后Trent and path 这是一个列表 这是一个列表 此列表内部 包含了 Test解释器 在搜索模块时 依次要查的路径 第一 当前路径 是我们Test乘词路径 对不对 程序主播 OK 然后User local Test P User local Test 27 Live Test 27.0 大家发现这是一个压缩数 实际上就用 这个压缩文件 然后找某种路 等等 这整个是依次去找门 在第一次找到后 就挡回了 所以这些模块 闻到路径 很关键 要追求一点 路径很关键 如果你自己定的模块 名称 跟库中 其他模块 名称可能会重吐 或者重吐的话 而我们自己又想去 使用这些模块路径 来使用自己定的模块 那就应该把它定在 较靠前的路径中 要 不如要注意 好的 而通常情况下 我们自己所定的模块 再看 这条程序的当前路径 对不对 那因此 成立自己 运行位置 可能有什么 那么你的当节目 来 这个状态 我们用它这个样子 找到的时候 它就找标准的 部分的 或者我们更加进行 其他路径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想自定一个路径 让它去找其他 那么最简单的路径 那么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其中 你修改 tap and test 或者自定义 叫cth文件 然后加了一下 它都可一样的 没问题 再后一个 再加点 这是列件 列件 可变类型的 那因此 我们给它 ease2的后面 append 这样的 一个新的路径 就会给它添加新的 这场上 转会叫搜索路径 好 这是我们的 搜索路径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搜索路径 比如说 我们自定义的 模块 我们创立的路 在7rp下 就叫pathon 27 叫lang 多分钟 再可以路 假如说我们在这路下 自己写一模块 然后我们 那么我们到这里边 是找到我们自定义的模块 那么先写一个模块吧 tnp tf27 再加一个 假如说就叫 knight mode dp1 OK 那我们原来 认识的是 u b tf27 接下来 生理的顶层主线 顶层代表 顶层主线 假如叫s 等预约 三尺 然后再生理第一个函数 df 假如叫 不认识一号 四点写的一号 里边的内容是 不认识一号 f4